这是天团五月天成居16年 昨天是第一次登上了东京 最具指标性的舞蹈馆开唱 这也是华人乐团的第一人 除了当地的日本歌迷之外 还有很多死忠的台湾粉丝 特别跨海支持 跟着旋律 全场歌迷挥舞着荧光棒 陶醉在五月天的歌声里 天团又有新创举 他们成居16年 首度攻进东京舞蹈馆 成为华语乐团的第一人 特地将之前演唱会专属的钢铁大象 运到东京一起演出 象征五月天一步一步 跨上这具有指标性的演唱会地点 我想在16年前的五月天 肯定不曾想象过 会有今天 你们也没有想象过吧 首次挑战武道馆 五月天就写下连开两场玩秀的记录 除了日本当地歌迷 不少台湾粉丝也特地飞往日本支持 舞蹈馆两场演唱会是五月天 2015年最后两场大型演出 之后他们将为新专辑闭关 短时间内歌迷们恐怕很难再感受到天团的现场魅力 接着重庆坦若仪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